大家好,地球过后,酷暑未消不止,还多了一些干燥 换季的时节,要多吃瓜果蔬菜,补充水分,结束防秋灶 但是有以下几种蔬菜不经意购买,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第一种,就是看起来红通通的,摸起来硬邦邦的西红柿 西红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蔬果 生吃或者是做熟车,都很美味,酸甜多汁的 西红柿上市的季节是夏天,秋天过后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大多都是大棚种植的西红柿啦 大棚种植的西红柿,为了保证它的产量和质量 都会多多少少使用一些激素和保鲜剂喷洒到西红柿上面 这样的西红柿就会提早成熟 而且外表看起来红的特别的均匀 但是用手按压下去,硬邦邦的 这样的西红柿并没有完全成熟,里面还是硬腥 吃着不仅没有西红柿的味道 而且有激素农药的残留 使用下去对身体无益 如果碰到像这样,又红摸起来硬邦邦的西红柿要谨慎购买哦 现在如果想吃西红柿呢,要去购买像这样 外表看上去颜色不是很均匀 这就是因为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光照不一 按压下去,软硬适中,并且能够马上回弹 这样的西红柿呢,多半都是自然成熟的 味道好,也比较健康安全 第二种就是像这样子 根筋非常的粗壮,长得很长的韭菜 韭菜虽然它是一年四季都有的蔬菜 吃起来鲜美爽口,风味独特 韭菜不仅好吃,一样还很丰富 还有大量的纤维素,能促使人体肠胃蠕动 清理肠道的垃圾 平时购买韭菜的时候就会发现 韭菜有长得像这样子 比较细,比较短的 也有像这种非常的粗壮又长的韭菜 像这两种韭菜呢 这种比较粗壮又长的,是采用大棚种植出来的 为了提高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 就会使用大量的化肥增长 收割起来是一茬又一茬 养分得不到积蓄 这样的韭菜吃起来味道寡淡 酒香味不够浓郁 因为大量使用了化肥 多多少少也会残留在韭菜中 本质就没有那么天然绿色健康啦 像我手上的这把细叶韭菜 看起来细小,而且也不是很长 跟这个韭菜是不同一品种的 细小而短的韭菜是露天种植 耐寒耐热,生长的速度慢,产量不高 但是这种韭菜呢 水分充足,香味浓郁 脆嫩清甜也更加绿色天然 所以在购买韭菜的时候 手显像这样子 看起来细细小小的韭菜 第三种,黄瓜 黄瓜是夏天时很受欢迎的蔬果 直接吃清甜多汁 但是历秋过后 黄瓜就会逐渐下市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 也很多都是大鹏黄瓜 看起来又直又粗壮 好像标准化生产每一根黄瓜 长得都一样 这就有可能在黄瓜的生长过程中 使用了一些农药和激素 使得黄瓜看上去 不仅卖像好 而且都长得一样 如果碰到像这样又粗又直的黄瓜 并且颜色淡 上面的刺不加手 买回家放置第二天 还会肉眼可见的增大 那么这样的黄瓜一定就是激素黄瓜 千万不要购买 其实历秋过后有很多印记的蔬菜 比如莲藕 椒排 菠菜 山药 花菜等等 我们要印记而使用这些蔬菜 及时的补充身体的维生素和水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